欢迎收看小高 如今的全红蝉依旧是中国体育圈的宠儿 哪怕和他一起参加澳门活动的有前辈郭晶晶 苏炳天 国平 陈梦等等 但是全红蝉依旧是当然不让的焦点 哪怕全红蝉根本不想出现在C位 这些前辈和大哥哥 大姐姐都会把C位让给全红蝉 全红蝉的事业还在蒸蒸日上 他的现状肯定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未来呢 众所皆知 跳水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 特别是十米跳台 二十岁的张佳琪已经离开了新一期的中国跳水队 这个残酷的时候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二至三年 如果全红蝉没有办法保持高水平的话 他也有可能会离开中国跳水队 把位置让给十二岁的李瑞希等人 这个过程可能就像全红蝉当年取代张佳琪一样 二十一岁 这几乎也是全红蝉职业生涯的极限 哪怕全红蝉再能坚持 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 全红蝉必然会面临着退役的问题 那退役后的全红蝉将何去何从呢 众所皆知 对于全红蝉的未来 全红蝉父亲最期待的是 全红蝉能够上一个好的大学 能够好好学习 才能面对未来退役的工作和生活 而在此次的中国澳门之行中 马上迎来自己高三生涯的全红蝉 也是官宣了喜讯 全红蝉官宣了什么喜讯呢 在这一次澳门之行中 世界排名第180位的澳门大学校长 向全红蝉抛出了橄榄枝 澳门大学校长表示 愿意给全红蝉全额的奖学金 询问全红蝉愿不愿意来澳门大学上学 对于这个突然的惊喜 全红蝉也是很开心的表示 愿意愿意 在全红蝉表台之后 全红蝉未来大学的问题 也是迎刃而解 澳门大学一定不会放过 这个可以引进全红蝉的机会 而能够在高三毕业后 来到澳门大学的话 对于广东人 全红蝉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即便2025年 全红蝉毕业后前往澳门大学就读 因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问题 全红蝉会和陈玉希在同济大学一样 更多采取网课等方式 等未来全红蝉退役之后 她会像张佳琪一样 正式开启自己全日制的学生生涯 这也将是全红蝉未来第一后的第一去向 而在锁定了退役后的大学后 全红蝉爸爸担心问题也是解决了 对于广东人